乾隆继位后 有一次上朝的时候 红昼当着文武百官 还有皇兄乾隆的面 直接将军机大臣 那亲踹倒在地上 狠狠地揍了一顿 了解清史的人都知道 那亲是大清开国功臣之一 而异都的曾孙 而且还是乾隆着重培养 来对抗雍正留下的老臣的 虽说红昼是皇上的弟弟 公然殴打如此位高权重的朝臣 是谁给他的胆子呢 而且奇怪的是 乾隆装作没看到一样 莫不作声 等到红昼自己打够了 才不痛不痒地说了一句 莫要胡闹 若是放在旁人身上 敢在朝堂上如此放肆 必定会被重罚 而乾隆只是轻飘飘地 说了一句莫要胡闹 此事就这么过去了 乾隆之所以 对红昼如此放纵 有两点原因 首先红昼的生母原先 是雍亲王府的格格 即便雍正登基后卫份 也很低 没有亲自抚养皇子的资格 红昼便送到了乾隆 生母西妃的宫里 是从小跟乾隆一起长大的 西妃对红昼 这位养子视如己出 红昼就是在养母 与哥哥的宠爱下养大的 从小兄弟俩一起长大 而且年龄仅相差两个多月 自然感情不一般 乾隆登基后 红昼是公认的荒唐王爷 有时也想惩戒弟弟一番 但每次想要处罚弟弟 太后总能及时赶到 乾隆向来孝顺 有太后护着 自然不会为难红昼 另外红昼越是无礼 乾隆便对这个弟弟便越是放心 如此荒唐无礼 即便是再有才能 又怎么适合做皇帝呢 红昼可以称得上是 大清二百多年历史中 活得最明白的一位王爷之一 他善于隐藏自己 不仅自己得以善终 还保住了后世子孙的荣华富贵 他的八世孙更是厉害 也可以这样说 在雍正所有的儿子中 最聪明的并非继承皇位的红利 而是皇无子红昼 为何这样说呢 本期影片让我们一起来 看看这位看似荒唐 实际上能力卓著的王爷 皇无子红昼的传奇一生吧 红昼出身于雍亲王府 生母不过是雍亲王府一位 位分比较低的哥哥 其实乾隆的生母扭护路士出身也不高 而且即便是生下红利 也没有母凭子贵身份有什么变化 因为红利的生辰八字好 再加上聪明灵力引起了雍正帝的注意 并想方设法让康熙帝注意到自己的这个儿子 其实红利第一次见皇祖康熙时 还有五帝红昼陪同一起 两个人仅仅相差两个多月 但红昼看上去局促没有张开的样子 而红利天庭饱和 身材修长 如此鲜明的对比 一下子就吸引了皇祖康熙的注意 对于一个只有十二岁的小孩来说 第一次见这么大的阵仗 丝毫不慌张 康熙按照自己多年的阅人经历 觉得红利这位皇子绝对气欲不凡 康熙不仅询问雍正很多关于红利的琐事 而且还将红利的生辰八字要了去 刚过了万寿节 便将红利带入了宫里亲自抚养 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 康熙病逝 留下一诏将皇位传给皇四子印针 雍亲王皇四子印针 人品贵重 身孝镇宫 必能刻成大统 着际镇登基 即皇帝位 即遵典致持福 二十七日誓福 根据《礼朝时录》的记载 曾提到一件事情 康熙在畅春元病情加重 自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便将内阁大臣马其照到自己面前 提到了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 将皇位传给皇四子印针 第二件事 印针第二子未来继承大统 这里的第二子指的是弘历 因为当时印针的儿子 钟弘时是最年长的 弘历次之 第三件事 嘱托雍正善待废太子 皇长子 将废太子之子 红西封为亲王 有人认为 有人认为朝鲜的资料缺乏可靠性 毕竟对大清的事情了解的没有深入 但确实也不失为一笔有价值的资料 综上可得 不管是对康熙还是雍正而言 弘历都是当之无愧未来的皇上 所以雍正继位后第一年便用秘密立储的办法 将黄四子弘历立为皇储 雍正继位时 只有三个儿子 黄三子弘时 黄四子弘历 黄五子弘昼 值得一提的是黄三子弘时 生母礼氏 不仅要比弘历的生母扭护路氏出身要高 而且在府邸时就已经是侧附近 再加上红十是雍正实际上的长子 怎么算都是红十最有希望做皇储 或许红十也是如此考虑的 便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 而且与雍正最大的敌人 廉亲王允四来往亲密 但红十太单纯 并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 雍正先是将红十过继给廉亲王允四做儿子 之后又将其圈禁起来 年仅二十三岁便病逝了 在这一点上 红昼绝对要比三哥红十聪明 雍正登基后 将红昼的生母耿氏封为玉嫔 按照大清的组织 只有义工的主位才能亲自抚养皇子 玉嫔身份低微 自然不具备这个资格 红昼便被送到了红历生母西非那里去 红昼从小便是与四哥红历一起长大的 而且难得的是 西非对红昼视如己出 很是疼爱 红昼从小就很聪明 而且表现出了自己的不凡 在与四哥红历一起上课的时候 每次先生提问 若是红历一时间答不上来 红昼就会悄悄地告诉四哥答案 帮助四哥多次逃过师父的责罚 其实红历对这个弟弟也是疼爱的 可以说红昼就是在兄长与养母的疼爱下长大的 丝毫没有受到什么委屈 但是等兄弟二人长大后 很多事情慢慢都发生了变化 红昼并不傻 虽然雍正在时并没有宣布红历为皇储 但其实明眼人都是能看出来的 红历深得皇祖康熙的喜爱 并且是雍亲王府唯一一个带入宫中抚养的皇孙 康熙周年纪时 雍正竟让皇四子红历前去景陵祭祀 康熙初次周年纪 如此大事竟然让一个年仅十三岁的孩子前往主祭 确实耐人寻味 次年康熙的继辰 雍正仍旧让弘历前往 更何况同在王府的阁阁 纽护路氏得以封为西非 而耿氏只是被封为玉品 之后纽护路氏更是被封为西贵妃 耿氏到了雍正八年才被封为玉妃 其实雍正如此做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不想让红昼子平武贵 提高自己的出身 对红历的地位产生什么影响 红石的生母李氏 在府邸时就是侧福尽 雍正登基后反而只停留在妃位上 没再晋升 其实也是不想红石子平武贵 在出身上超过红历 种种迹象都表明 雍正对红历的好事不同寻常的 红昼从小就聪明 怎么会察觉不到这些呢 便慢慢地开始隐藏自己的实力 不去争夺属于四哥的风头 甚至有时候会装傻冲浪 尤其是在三哥红石年仅二十三岁 死于禁所后 红昼便更加认清当前的形势 为求自保 也为了向雍正与四哥红历 表明自己根本没有争夺皇位的心思 便做出了一系列荒诞的行为 其中大家最为熟悉的便是 红昼给自己办起了活出丧 红昼不仅在自己的府上设置灵堂 放上棺果 还找人专门吹拉弹唱 哭天喊地地哭 而红昼自己呢 自己则是坐在棺果之上 指挥着家里人进行着各种仪式 而且还得要求所有人 必须要哭嚎不止才可以 而红昼则是坐在棺果上 哈哈大笑 按理说 红昼作为皇子 如此荒诞的行为 确实有失皇家体面 或许是雍正明白 拜儿子的用心良苦 再加上雍正也很疼爱这个儿子 并没有惩罚红昼 不仅如此 红昼还经常在父皇雍正面前 夸赞四哥弘历聪明有能力 就是闭口不谈朝政 在雍正生病的时候 红昼关怀备至 很是孝顺 这一点确实让雍正很感动 另外红昼还将自己大把的时间 浪费在念佛上 整天跟一些和尚 倒是在一起 除了总是做一些荒诞的事情外 其他的跟当年的雍亲王很像 让外人相信自己就是个大贤人 压根对朝政不感兴趣 对皇储之位不感兴趣 红昼的所作所为 果然起到了自己预期的作用 雍正十一年 雍正将红昼封为和亲王 两年后 雍正还让红昼与红历 厄尔泰一起处理苗疆事物 雍正十三年八月 雍正帝病逝 按照雍正帝的遗诏 皇四子红历成绩皇位 而且在雍正的遗诏中 还提到了和亲王红昼 红历养成列祖积累之后 受镇教会之身 与和亲王红昼同气至亲 实为一体 由当成心有爱 修妻相关 雍正在遗诏中 嘱咐红历要善待自己的弟弟 和亲王红昼 乾隆登基后 对从小一起长大的武帝 很是不错 将皇考雍正昔日的雍亲王府 以及所有的财物 全部赏赐给了红昼 红昼仗着有皇兄的宠爱 很是骄纵狂傲 肆意妄为 在一次上朝时 因为与军机大臣乐亲 发生了口角之争 便有了开头的一幕 乾隆目睹了整个过程 漠不作声 事后既不惩罚红昼 连斥责都没有 因为此事文武百官 自然对红昼避之不及 没人敢招惹 红昼本身从小就被浇灌长大 乾隆登基后 对红昼又很纵容 让红昼更加的荒唐 乾隆曾经在正大光明殿 殿是八旗子弟 红昼为监考官 到了午膳的时候 乾隆还没有走 红昼便请乾隆先去用膳 自己在这看着 但是乾隆丝毫没有反应 红昼便说道 皇上难道以为我收了柿子的钱 不相信我吗 乾隆一句话也没有说 拂袖而去 青石稿卷二百二十列传七载 红昼少交亢 尚美幽荣之 常间是八旗子弟于正大光明殿 日不 红昼请上退时 尚未许 红昼据曰 尚已无 买主是子耶 明日 红昼入县 尚曰 使佐达一语 乳鸡焚矣 代之如初 第二天 红昼认识到了自己错了 便主动向乾隆请罪 乾隆对红昼说 若你昨天再多说一句话 就该粉身碎骨了 这时红昼才意识到 即便兄弟二人 以前关系如何融洽 一旦涉及到利益 再好的兄弟关系都无用 毕竟乾隆在红昼面前 不仅是四哥 还是皇上 此事过后 乾隆还是一如往常的 善待红昼 乾隆对红昼 还是颇为重用的 乾隆四年八月 红昼被授予 正白旗满洲都统 四个月以后 开始管理五英殿的事务 四年二月 红昼又被授予 相皇旗满洲都统 乾隆十一年 任职御碟馆总裁 到了乾隆十八年 红昼被提升为 义政大臣 其实乾隆对红昼的胡作非为 也想惩戒一番 但每次乾隆想惩罚红昼 太后便闻声感到了 乾隆孝顺 自然不敢违拗太后 一次乾隆想要让红昼前去看守皇陵 没想到太后得知消息后 茶饭不思 光躺在床上 乾隆心疼生母 便放弃了这一想法 不过红昼并非一直如此顺畅 有一次红昼与红毡前去给太后请安 母子之间聊得正开心 就没有那么注意规矩 在太后座位前的腾袭上 跪坐下来 要知道太后前面的腾袭 是皇上专柜的席子 红昼与红毡此举 可以说是大不敬 健悦的行为 乾隆恰好前去给太后请安 看到两位弟弟如此 很是生气 以太后面前跪坐无状 健悦等理由罚奉三年 红毡此时早就被乾隆过继 给了果亲王云礼 承袭果亲王爵位 乾隆下旨 割除了红毡果亲王的爵位 降为贝勒 永远停奉 红毡的胆子还是比较小的 经过这一次折腾 没过多久便病逝了 而红昼在此事后 便告别了朝堂 整天就是吃喝玩乐 而且还是延续 雍正朝时办活丧的习惯 在府里给自己办活丧 还说道 人哪有一百年不死的 这有什么好避讳的呢 红昼的行为 不管是真的荒诞 还是装出来的 他以这样的形象 显露于人前 无非就是自保的一种手段 黄考雍正在时 担心黄考会以为自己 有际于黄楚的心思 不得装傻 让黄考对自己的放心 不重蹈三哥红石的覆辙 乾隆登基后 红昼之所以还是继续装疯卖傻 是不想让黄兄将自己视为 基于皇权的人 如此才能保住自己后半辈子的荣华富贵 可见生在黄家 有享受不完的荣华富贵 但也有很多的无奈 按照红昼的聪明与洞察力 若是能被重用的话 必定会有一番作为 只能说黄考是雍正 黄兄是乾隆 可惜了 乾隆三十五年 六十岁的红昼病逝 关于红昼的死稍微有一些争议 有人说是乾隆将红昼赐死的 但小编不这样认为 红昼生病以后 乾隆还亲自前往府上探望红昼 虽然红昼因为建月太后面前跪拜无状 而被罚奉三年 但这并不是什么天大的惩罚 而且红昼虽然荒诞 但确实没有做别的什么错事 实在是找不到什么理由 让乾隆去赐死一位王爷 更何况红昼荒诞多年 非一朝一夕 乾隆若真的降处死红昼的话 大可以将其做的荒唐事 拿出来名正言顺的定罪 实在无需藏着掖着 红昼对乾隆来说 几乎没有什么威胁 实在不需要赐死 而且关于红昼的病情 还是有详细记录的 可见红昼确实是自然病死的 红昼一共生下了八个儿子 一个女儿 除了三子与五子早妖外 其他的儿子都得以享受荣华富贵 尤其是第二子永毕 承袭和朔亲王的爵位 红昼的八世孙 启公先生是知名的书法家 教育家 史学家 国学大师 他的祖上是红昼的第二子永毕 按照辈分来说的话 启公先生是雍正帝的九十孙